今天的早是早知道 艺人江洪恩带我们去 阳明山脚下的北投市场 从小在士林时陪北投一带长大的艺人江洪恩 小时候最喜欢和妈妈阿嬷逛市场了 江洪恩她说北投市场里面的美味 不仅古早味很多 新鲜蔬果鸡全 好多隐藏在巷弄的老店 像是手工的肉羹 其实都是儿时童年的好味道 就跟着江洪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北投市场 来 两个一百块 来 看看咧 谢谢 嗨 洪恩哥 大家好 我是小洪恩 今天来到北投市场 来到北投市场呢 一个当然是自己喜欢逛市场 喜欢买菜 有时候是生活必须 来买菜来买一些吃的东西 另外一个也是有点 个人的思乡情缺 你会觉得这曾经是 自己小时候经过的地方 小时候踏过的足迹 小时候吃过的面店 现在就让我来带大家到处看一看吧 走 来到北投市场呢 我一定要来这家店 这也是我从小到大吃的一家最好吃的肉羹店 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吃呢 因为它的肉羹你看都是现做的 亲手手工做的 所以每个都是不规则型 滑一碗肉羹鸡丝面 再一斤肉羹 其实我平常来吃呢 我都是喜欢吃肉羹米粉 那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一个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少看到 肉羹鸡丝面 而且他们家的汤头是很特别的 就是古早味的那种油葱的味道 那为什么我旁边放这一包 整包都是肉羹呢 以前来到市场呢 妈妈都会跟我说 来到北投市场来吃肉羹的话 除了外带回家 一定要再自己 再帮我再买一斤肉羹回家 因为呢 除了我们自己在家 也会做肉羹汤之外 再把它切小块一点呢 它也可以当成一些 炒菜旁边的一些小肉块来吃 就是百搭 那个阿姨在那边 给我来北投市场了 中午以前 那个糯米肠阿姨都会在 阿姨我再来啊 好 来来来 我这会 这两把 这两把 同样 北投市场的那个 古早味糯米肠 我们小时候讲大丁尖 而且那个阿姨 她自己做的这个糯米 她把它拌的 那个糯米跟油葱的香味 也是恰到好处 而且它是用蒸的 你吃起来也不会觉得很腻 那另外一种就是 我觉得这个现在在市面上 也已经看不到了 至少我的经验 我到其他的市场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糯米肠 小肠它也把它处理得很好 你可以吃到一点 那个肠子的香味 好 鸡肉甜不辣一碗 好 我那个小鸡肉还要处理 有那个鸡肉的鸡肉一块 好 你看它是加汤的 很多地方的甜不辣是 它是干的 以前喝他们的汤 因为白豆腐炖的那个汤 是最甘甜的 老板娘说甜不辣是他们家自己做的 还有这个小肉丸是他们自己做的 里面有包肉 以前小时候我会常常骑小号车 过来这边吃 因为以前我们家的那个 我们家就是住在市里 住在石牌 住在北投 所以那个生活圈啊 那个游乐的地方就是这附近 所以就常常在这边跑来跑去 有杯大杯冰红茶 就是大家说的古早味的红茶呢 我觉得喝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好像 就像有一点点咖啡的味道 真的是跟小时候喝的那个味道 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今天有大丰收吗 看看我今天的战利品 太热了所以买了甘蔗汁 刚刚吃肉羹 买了肉羹要带回家给妈妈 还有那个古早味的糯米肠 北投市场是一个相当丰富的地方 它既有古早味 又有应有尽有的食材 吃的 喝的 用的 食衣住行 样样有 所以对北投市场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你们来喔 拜拜 今天就会吃到这些地方 去吃灯别吗 那就是这些东西